哈喽,大家好,我是杨景华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要如何 就是当个女人的时候 要活得很精彩 不管你是太太还是小姐 还是单身 对我来讲 其实就算 不管是单身 还是已经结婚了 女人要如何 活得精彩 其实都是一样的 同路 就是第一 你一定要 好好的了解自己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也要好好的去爱自己 然后去找寻自己 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 当然也不要害怕 犯错 然后还有就是 不管你几岁 你都要活到老学到老 比如说 你喜欢跳舞的话 但是你又觉得你好像已经 当了妈妈 或是当了太太 又或者是你觉得你已经年过四十了 觉得学跳舞好像有一点 不好意思 但其实没有人会 最重要是你自己要喜欢 你觉得跳舞会让你快乐的话 你就算跳到五十岁六十岁 你还是要继续跳下去 因为这件事情会让你快乐 因为我觉得当你快乐了 你的人生就可以过得非常的精彩 而且这些东西对你来讲 其实也就是无价的 别人是没有办法买走的 那是属于你自己的精彩 然后当然我知道 可能会有人想说 那我还要照顾小孩 小孩是不是会 让我的生活不精彩 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小孩 但是我看到我身边 有很多的妈妈朋友 他们也是把自己的生活 过得非常的精彩 然后也是有人去学 那个厨艺啊花艺啊 然后或者去陪小孩 一起上课 他也重新一起上课 或者是他有为了小孩 再重新去上英文什么的 都有 只是重点是 你要知道你的人生 是为了什么而活 才是精彩的 我要为我的 当然是为自己而活啊 然后为我自己设定的希望 目标而活 我觉得虽然我现在 还没有小孩子 然后但是因为我 在跟我先生在一起的时候 确实我们 我也开始一直都有在拍戏 其实他是可以兼顾的 但因为还好了 我先生是可以 体谅我的工作 然后他有时候也自己会 比如说礼拜六 礼拜天 他没有工作的时候 他自己会到现场来 看一看 玩一玩 探探班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 我一放假的时候 我一定会安排 我跟我先生相处的时间 再来其实就算回去睡觉前 我们两个一定都会讲话 聊天 分享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 所以其实我在想 如果万一真的有小孩的话 其实是还是可以兼顾的 虽然现在还没有 但是我希望如果未来将来 有这个状况的话 我还蛮有信心 跟自信是可以兼顾的 精彩这个部分 对啊 确实是要 问你自己 就是 是否做这件事情 是内心真正 要快乐的 是否 你做了之后 你可以得到快乐 但是我觉得在快乐的同时 也要对得起自己 对 因为有些人是觉得 我只想快乐 但是他没有忘记 他对得起自己 或者对得起别人 所以 他为了这个小孩子 他可能想要做 另外一件事情 可是为了小孩子 他就放弃这件事情 但是他看到 这些小孩子成长的时候 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这也就是一个快乐 对 这相同来讲 也就是一个精彩 所以对我来讲 如果要活得精彩的话 要对得起自己 懂得 问候自己快不快乐 希望今天的分享 你会喜欢 晚安